大家好,今天講一下我對205的評價 現在的評價跟202的評價一樣 只屬於我個人的看法 不屬於大家的評價 來看的觀眾先先看了205幾十次 205我不會被他OP 205對我來說就是難 205的故事不是不好看 但對我來說真的找不到什麼優點 205基本上不用這麼長 2個小時30分鐘都給他多了 大和和205有些人說前章正常後章失控 如果我拿什麼來給他 我就拿一個角色來給他 什麼什麼什麼盒呢 說可以推翻整個地球聯邦政府 誰知道到最後你原來只有百多年前的憲章 大和和新的旅程你就說文明 說完文明之後就很詳細地說一堆廢話 有人說205比202好 其實沒有數少了一點的 其實跟202一樣 差不多這個樣子 我現在就說一下205的劇情 第一集 開頭說廢話一堆集以為是想聽得多 到這部份加美拉斯語言時間26集 終於再次出現了 接著來過波動男的態 魚雷軍炸機炸機 這部份真的有很多問題 第一 波動男的主要拍什麼 一是紅一是綠 還有 魚雷軍炸機的機動性感會好嗎 我不知道 記得現在弄多了 這部機隊被大和打到有好玩 第二 德斯拉三世纜的入場 飛機從頭那邊 對 這個部份令我成頭問好 飛機在這裡為何會跑到那裡 第三 雷雷軍炸波拉戰艦的效果 為何會這樣 嘩 主炮也沒有直接開火 厲害厲害 你的主炮全部都是加特曼蒂斯制的 第四 波拉戰艦的擊沉效果有點糟 爆炸應該會被防止 藍體爆炸 這是什麼 突然是空中爆炸 第五 德斯拉三世的戰艦開炮要看細節 主炮開火沒問題 但是副炮開火 什麼 什麼 真的好不行 第六 鹽艦發射飛彈 分載未起飛的戰艦 對我來說是毫無衝擊感 這些叫煙 是不是玩意啊 我都看回現在狗狗算 戰鬥完了 德斯拉救了一群加熱萬星人 有個長髮男人說他 他是 真正的王 先生 你看回他六年前做過好事再說吧 拋棄首都拋棄加美拉斯星 還要丟移動城市到加美拉斯星裡 就要搞進加爾式 加美拉斯將會脫殼而變 Shit 加美拉斯又很快回到獨裁制度 民主法就會 持功盡輝 我很討厭這個鏡頭 鏡頭轉回地球 大和號出場 除了這首歌都響起來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一對聲音出來 YAMA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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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號慘成 再帶容容爛爛的男體回來 再叫 我也覺得不為和 劇情跳一堆 到這個部分 土蒙霸身為全景圓的嗎 古代將有順風耳的嗎 我沒聽過的 為什麼 古代將和深雪松 從高次元回來地球 一個部分是最多餘 跟拉普拉斯盒一樣多餘 到起巷部分 我對演奏只有這樣 有沒有搞錯 第一集已經是這樣的樣子 要怎麼看下去 這個部分還可以 但這個部分不行 第二集 高PK全部靠剪 有沒有搞錯 這個部分我覺得畫風有點古怪 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205也是這樣的樣子 鏡頭又轉回地球 落馬華 土蒙具器的名單是沒有字的 這個部分就交給大家的評價 我也作出一個評價 古代將你搞什麼 大和號起航 我猜到錢都浪費在水花那裡 男手一樣都是歪了 終於到演習部分 機器演奏沒什麼問題 大和視乎著火 11行星演習 超光觸航行後的效果 看清楚細節 大和號的雷達有長片短 我明顯用了202的素材 大和號主炮之前說了一次 我不說了 但日向號的炮擊 非常容易 什麼東西來的 演習結束 鏡頭轉回加美拉斯星道 打裝機來了 平民收了先 第三集 名字應該改為平民永遠 第一集 打裝機的襲擊 不但只 打爆反擊 還要撞爆 大佬 炎文旋團到了超光速航行 不要停在這裡 加美拉斯星被打爆 炎文旋團走了 走不到一堆 不用說一堆套路 我 縮路艦隊 應該叫花哥艦隊 在這裡追到伊斯坦第二星 那黑星雲帝國的艦隊出場了 開炮個都對我來說也有點差 那算什麼事啊 還沒打中才自爆 擊中下個一樣都不行 你那個飄完先 我打 打不到我 哎呀我死了 在我射皮咋 喂 又是未點才自爆 伊斯坦第二 不見了啦 第四集 裡面的文器就交給大家評價了 我不想說太多 打鬥方面不用說了 有很多東西又要給我轟 我都看回銀行機攻隊 算了 潛艇發射魚雷 喔不是魚雷 是機雷 WAT WTF 蛤 戰艦可不可以沒有在空中做靶 射空拳請避回銀行機做 麻煩 有一個問題 只有德斯拉三世有波動護盾 是嗎 導彈給我用啦 沒有在這裡做裝飾好不好 那些戰艦的主炮隻肥 都會死盡 之後又不准 但我號勝員裡 有人在我飯飯去伊斯坦達爾 其實都是 這三個人在護衛艦隊裡 那我怕離開太陽前走啦 土門想去伊斯坦達爾 就搞個叛亂出來 那我就沒有老是街的元素下去 又是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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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不悶啊 前張這樣製作 他都可以上映 超 超 相比同年12月尾上映的就術回展0 簡直差天共地 我以為2月上映的後章 沒那麼離譜啊 天真 我最初看完片 真是太天真了 不如讓一堆戰手塗壞門 騙殺 第五集 大禍衝了下去又上回 英雄發射彈裝備的反彈導彈 戰機用的對地的導彈炸彈 設定改了一大堆 這個明明是對地的彈 為什麼會變成空對艦動彈來的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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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老闆都放得出來 這個更離譜 墊都未墊 有先自爆 還要你的村毛 開炮特技 一切都是不行啊 加麥鬼粒子啊 等一下我講完了 我就講劇情 波動炮打爆行星之後 輔助引擎的能源去了哪裡啊? 波動互動是按道理來說 是波動引擎能量 而不是輔助引擎的 我不明白啊 qui 又以後 趕快要裁判打敗 在舊 finest đây 在舊爺民前sky 在舊山中 這隊的藍喬是對的,但是打不打得爆的 打完了,又拿兵打的藍喬 哦,爆了,打不下去 機砲又是這樣,紅圓又黃,黃圓又紅 之前更厲害,藍喬 平頭監比拉斯零散散隊,要炮開火,沒有騰騰效果 體溫2199 這隊的藍喬是甚麼事,速射炮是甚麼事,不是速射 為甚麼會是激發激發激發地打呢? 這個玩意,這次我不會說了 我看完,我只是覺得噴射一下可不可以無論如何 第七集,這次剪了它算了,燒了它算了,但我沒看過 一集全部在說,密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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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體驗到雖然心裂陰影 司塔莎女王知道梅雨達姿,想要伊斯坎大義星 就以一個條件,給這間尾拉斯移民船先走了 德斯拉貼了線,大家最記得德斯拉三世和八成都沒有噴射 噴射口是甚麼事,剛剛藍色,應該又來噴紅 製作組有沒有搞錯,剛剛亂點完 現在還要來個換顏色大法 下一部分 What the...害怕呀害怕呀 古代救人,樂船說話 Shut the hell up,好煩呀,和我炸炸那麼多 救人呀,老子沒時間聽你說廢話 哇,劇場的結構很貴好嗎? 劇場的血來都要靠人手推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陰帝爾星自爆,塔莎女王化灰 完了,那個箱的光居然變了一個BB 啊,是吧 古代仗和德斯拉試個BYE,就走人 這個場面簡直是反物理 沒有養氣呀,全真空呀,德斯拉已經死了 還給他一些風 蛤?蛤? 波音樂,大湖好難咪咪咪咪咪的 還跟我說根據科學資料製作 我看來只是基斯坦第2的暴風風雪才是 將時間斷層炸毀這個就刪除了 就沒有桃門之後那件事 沒有需要的快快和我盡量刪除 我將第7集和我消失,麻煩 205裡面有些戰爭細節做得有些好的 但都是無法挽回我對他的評價 音樂好聽就是這樣 算了,我不想再浪費口水來講 有人說這個只不過是過渡作品 有得看就算了 有得看就算 鬼滅之夜的無限列車哪算不算過渡作品 我又拿 一樣是年尾上映的就算會戰靈 未向出場有幾個人 5條5步打德斯拉 5條5步打鬼架同列 不知道多好看 稍微順愛和大義有點令人尷尬 快點,已經是好好的了 相反205 啊,是甚麼來的 搞甚麼呀 在大和號這裡加個機庫門口 我已經不再期待3199的上映 我覺得3199這套戲裡面會有獨角獸的套路 不知道哪個導演會負責執照 片劇不要想都是他 哪家動畫製作公司負責大和號3199?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日星公司負責製作 即是Gundam動畫製作公司 唉,算了 我自己學學3D動畫製作 搞完了 講到缺堂了 下一次呢 就做仙女助級 下次再見 ARRANE